為了跟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幾天天氣還變化還蠻大的 一下冷一下陽光出來 那下禮拜開始又要轉有雨了 最主要是雷伊颱風的水氣會逐漸的北上 它現在位於南海是一個強臺 禮拜一到禮拜三 台灣附近的雲氣增多會轉為偶陣雨 那未來大概都還是持續東北風的環境 而且不排除未來7到14天會有更冷的冷空氣會下來 請大家準備一下 不是這個禮拜喔 是下個再下一個禮拜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雷伊颱風 它原來變強臺從這樣經過強臺中臺又變強臺起來 非常接近越南 但是有可能會慢慢的一個北轉當中 那這樣的情況其實各位注意到我們台灣這邊是東北風 整個水氣就會慢慢開始逐漸的接近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它北上過程當中會減弱 不是說颱風會來台灣你看就弱掉很多 因為配上這個乾冷的東北風 但是水氣呢還是對台灣有些影響 所以1234可能會有一點震雨啦 不過整個環境都還是東北風的情境 所以這個週末應該都還是一個東北風 有沒有看到很穩定的東北風 北部東北部陰涼濕沉有震雨 中南部還是比較穩定溫度會下滑 那下禮拜呢就注意持續有冷空氣持續的補充 而且會可能會比較強 可能會持續到這個年底到跨年 到明年的1月1號其實都還是屬於一篇東北風的情境 都很類似齁齁 等於是暫時要回到這個很穩定的 非常回溫的天氣可能要再等等再等等了齁 所以台灣的天氣呢大致都是東北風型的天氣 中南部呢相對的這個相對的是比較穩定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禮拜一的中午過後 慢慢的雲量就會增多 從南部開始齁 那配合上東北風 所以有沒有看到都是容易猶豫的天氣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都是容易猶豫的天氣 然後東北風呢就持續 都類似最主要是底層是這個東北風 然後中層呢是南邊來的水氣兩個合在一起 就看到時候發揮的作用了齁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禮拜一全台灣雲量增多偶正雨啦齁 禮拜二雨勢會比較明顯尤其是西半部 禮拜三四呢就轉為東北風型的天氣 其他就是雲量比較多偶正雨 那大致上呢溫度上都是類似這樣的變化 沒有太大反而慢慢的會有一個回升 但是呢有一點時候下雨比較陰沉 有點風大的時候就會感覺有點涼意齁 這是北部 中部來說的話都差不多就是回溫了齁 沒有像之前那麼的冷了齁 一下就開始回溫起來了 但是也回不到很舒服的溫度齁 你看南部來說的話十八十九度到二十五二十六度 這樣的情境 所以請大家好好這個留意一下 一二三可能會下一點雨勢齁 大家要注意下一波比較強冷的冷空氣 可能在下一個禮拜會再到達 請大家要有所準備 那會有多冷 我們再慢慢的再來看 以上是今天天氣 我們下一個禮拜 我們下一個禮拜 我們下一個禮拜